哈喽大家好我是宝贺之鱼 今天我们来玩Secret Snable秘密邻居 今天呢是一个短短的视频 秘密邻居啊在之前是有过一次更新的 但是我上一次玩秘密邻居的时候 忘记跟大家介绍更新的内容是什么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把更新的内容放到今天的视频 跟大家说一下 最主要的更新啊就是三点 第一小孩子如果说从高处掉下来 或者说被别人用东西砸倒在地啊 那他不是会趴在地上吗 等待求救 以前的版本啊 如果小孩子倒地 如果没人救他 那他就会慢慢流血而亡 那在现在的版本中 小孩子如果倒地 是不会流血而亡了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小孩子他可以自己爬起来 他是死不了了 这个更新啊就变相的加强了勇士小孩 至于为什么 你细细品就知道了 第二个主要更新就是 如果小孩子是躲在柜子里面的 比如说躲进了这样的柜子里 邻居用探测器探测小孩 躲在柜子里面的小孩 是不会被探测器侦测到的 这就是两个比较主要的更新 那么还有一个更新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更新啊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更新出来 可能是彩蛋 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我带大家看一下啊 往这个地方走 这个地方 更新了一个新的门 这个门是什么呢 你们看这个地方 它是问号 它既不是一号门 也不是二号门 更不是三号门 它是一个问号门 我们把这些杂物啊 都拿开 这就是本次更新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门了 问号门 那既然这个门是问号门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拿一张问号门卡呀 没错 这一道问号门 真的是需要一张问号门卡才能打开的 那问号门卡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啊 你们是在这一整个游戏场景里面找的话啊 是永远不可能找到问号门卡的 那问号门卡在什么地方呢 它在天上飞 没错 我没有开玩笑 这个问号门卡真的是在天上飞 是被一只乌鸦叼在嘴巴上的 乌鸦带着这一张问号门卡在天上飞 我带大家看一下问号门卡在什么地方获得 这个问号门啊 获得方式 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这边呢 应该来说会出现一只乌鸦 在这里 看到没 这一只乌鸦在这边飞 这个乌鸦嘴里就叼着一张问号门卡 你们仔细看啊 这个乌鸦嘴里是不是叼着一个东西啊 那么问号门卡既然在天上飞 如何把它拿下来呢 那很简单啊 我们只要把它打下来就OK了 但是如果说你要拿问号门卡的话 我个人觉得用那个弹弓小孩比较好 如果说你用其他小孩的话 要用东西砸它 这说实话难度好像有点高 也还有可能砸不到 我试一下啊 哎呀没打到 说实话用这个东西砸它真的很难哎 太难了 要不我换一个人物吧 好的 我现在已经换成弹弓小孩了啊 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打到 哎不好打呀 这个 来了来了 打到了 然后这样子的话 问号门卡呢就会掉到下面去 我们只需要跑到下面去找门卡就行了 我们找一下问号门卡在什么地方啊 好像是落在这里了吧 我在这个地方打的 应该是 哎对对对对 在这里 就是这样子 我们获得了一张问号门卡 一张非常稀有的门卡 现在我们就拿着问号门卡开一下问号门 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OK 现在我们可以开问号门了 开门 打开 哦 这是什么地方啊 啊 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废弃的 呃研究场所吧 这个看样子好像是一个充电的仪器 但是这好像是一个半成品 并没有完全造出来的样子 然后这个房间啊 就是这样子了 目前的话 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可以拿的东西 只是让你看看 这可能是一个彩蛋 或者说怎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官方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一个房间 既然做出来了 那肯定有它的道理 或者说为后续游戏更新的剧情做铺垫 那么这个房间啊 就是这样子 只是看看的 一般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在正常游戏中啊 你们就不用开这个门了 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差不多了啊 秘密邻居更新的内容 我再总结一下 有三点 第一 如果小孩子被打倒在地 他现在已经不会流血而亡了 现在的版本 小孩子是可以自己爬起来的 不需要任何人救 也可以自己爬起来 第二 如果小孩子躲在柜子里的话 邻居用探测仪探测小孩 躲在柜子里的小孩 是不会被探测仪侦测到的 第三 就是更新的这个问号门 问号门的房间啊 就是长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为以后的剧情做铺垫吧 其实我想说官方 你可不可以不要更新这些东西 赶紧更新新地图吧 我想玩新地图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